朋友素虎 最近买了苹果公司 AAPL 及微軟 MSFT的长债 两三个星期账面亏损已经超过5% 同期跌幅对比两家公司的股价更强 最惨是买债券注码大 做到美事应该极大机会取回本金 可是今次投机变投资 随时一个不觉意 等同做了一份十几年的定期 年息五里左右 不算差但稍后可能会更低 兼且已经失去资金调动灵活性 翻查一下 原来两家公司的债券 对比美国国债有约半厘的日价 如果要信美国政府 真的倒不如信科技据企 美国政府摆明债陷债 十几年后是否可以继续无限循环 是一个疑问 龙头公司至少现金流强 常怀能力货增价实 而债券投资者之失 可以看城市公司之得 管理曾有远见一组将部分长期资金成本所在低位 已经是竞争上一大优势 难怪股价守得比债价好 不妨长期留意这些公司债与国债之间差价的变化 去理解市场对美国政府的信心程度 债市仍未止跌 正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投资者无畏自投罗网 看着账面损失 睡得不安乐 就算幸好有得赢 以百分比计也只会是有限数 买得大怕被绑 买得细无肉食 所以只会投向短债 货币基金又或者做定期 于是乎债券风险日价上升 已经并非经济预期所主导 用上阴谋论的话 东西方正在互割韭菜 一边沽中之股 另一边订美国国债 同样越沽越低 香港投资者两面受敌 而且惨放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长息高企之下 美股上周走势明显转弱 特别是工业板块 高息将会影响产品需求 加上重资产商业模式 债务不会太低 在目前环境假如要再融资的话 利息支出随时飞升 入市之前 要每家公司都审视一下 财务状况以及再融资的机会 否则很可能低估利息负担 误判价值 由于难度提升 估计较多投资者会采取一刀切的态度 令到弱势持续 暂时最好对美国工业股忍守 即使不斩仓也不宜加注 想趁低吸纳 仍然是中大型科技股最好 其次会是银行股 至于港股依然行万红 较近期的旧市措施预期 是国家队可能扩大规模入市 其实极之无畏 很大机会落空 假如出到高达万亿元人民币 在二手市场出手 只不过是提供较好心度 及价钱让一些原有投资者撤退 他们套现之后 预计永不回头 途令国有资金流失 上市公司半点好处也没有 基本因素还是一模一样 相信只是一美靠客 令淡有不至于太防市而矣 股市高低 无疑是一个立干见影的指标 但并非真正实质的经济问题 与其托市 倒不如刺激生育 补交楼又或者创造职位等等 虽然官方入市是投资 不是一去无回头 可是投入大而效果低 买贵些少的成本已经是以十亿元计的数字 以中国近年行事作风 不会如此约实乱投 应该还是顺其自然 由得股市慢慢沉底 只要看看中国GDP 和股市表现毫不相关 就知股票投资者自视过高 可惜情感勒索多年来都是大失败